嗨大家好,欢迎来到10号仓户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的就是 上次投票当中 最多观众想要看的 花柱蝴蝶香奈慧的解析影片 我们就来深度的了解它 这个美丽温柔的笑容背后 隐藏着什么样悲伤的故事吧 香奈慧不仅学会了强大的花生呼吸 更是在19岁就成为了鬼杀队的柱 对于之后的战斗也有极大的影响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 还没有看过漫画的朋友 可以先关掉影片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香奈慧愚人出生于药师家族 小时候查到谈情都会的她 是村庄内许多男生暗恋的第一美女 与妹妹人以及父母亲 过着幸福开心的生活 在某天与平常一样安稳的生活当中 突然被闯进家中的恶鬼毁于一旦 父母亲的生命就在眼前被鬼夺走 绝望与恐惧的香奈慧 还是仅仅用自己的身体 保护着弱小害怕的妹妹 但是对于鬼来说 年轻女性更加美味与营养 这次恶鬼继续朝向不停发抖的两个女孩 一名拿着武器高大的身影站在自己的面前 恶鬼的头立刻被斩下水即烟消云散 姐妹被鬼杀队当中 最强的严助悲悯于所救下 两人立誓约定 也要像悲悯于先生一样 绝不让其他人也承受这样痛彻心扉的丧情之痛 但严助悲悯于希望这两个女孩 忘记这股愤怒继续过着像一般女孩一样幸福的生活 但是失去双亲的人却愤怒的大吼 我亲眼看见父母被杀死 再也没有幸福的生活可言了 严助却要求 如果推动巨石一庭的距离 就指导他们成为鬼杀队见识 但是这两个柔弱的女孩完全无法推动巨石 最终蝴蝶姐妹的聪明才智 使用了杠杆原理 成功了推动巨石 稚嫩的双手充满了水泡 心疲力尽却毫不放弃的样子 终于打动了严助 于是就将姐妹两人推荐给了师傅 两人最终平安的通过预选 开心的相拥而泣 并且牢牢记着 当年要保护他人的约定 在多年的努力过后 相拥会成为了与悲鸣与同样阶级的柱 在某天突然看见一个小女孩 像畜生一样被绑着 骨瘦如柴而且全身脏乱 温柔的相拥会突然开口询问 看着这个眼神毫无光芒的小女孩 这一感十足的人就将小女孩救下 姐妹最终将这个小女孩收养 并成为了寄子 温柔的相拥会与其他的柱不同 她与人将所有受到鬼伤害 失去家庭的人 都接纳到了蝴蝶屋 所有人头上的蝴蝶法式 就是相拥会所赠送家人的证明 另外也会替鬼杀队的队员治疗以及训练 相拥会就算是遇上会吃人的鬼 也会因为他们之前是人类而产生同情 相信鬼与人一样 都有着自己的情感 甚至胖慌着世界上会有不吃人的鬼 严重背面语给相拥会的评价 就是太过于温柔 相拥会使用的呼吸法为花之呼吸 是由水之呼吸演化而成 以水之呼吸华丽俐落的剑技不同 花之呼吸的攻击更加的巨大 掌握的地方都会伴随着樱花伴飞舞 第五个型就是彼岸珠眼 透过血液冲刺在眼睛 使对手看起来行动变得非常缓慢 但非常致命的缺点就是 眼睛会因为冲血过度而失明 最终导致失去战斗能力甚至无法行动 时必不得已才使出最终赌上性命的招式 所以也被称呼为中之行 在之后一如往常的除鬼任务当中 相拥会遇上了此生碰上最强的鬼 上弦之恶同谋 在艰难的战斗当中 因为相拥会独自一人与上弦之恶对抗 假如使用中之行就会因为失明而被吃下 这无疑是让鬼的能力突飞猛进 所以相拥会拼尽全力撑到天亮 但是最终还是因为伤及要害 和失血过多生命垂危 看见受到通知赶来支援的人 身为长女的相拥会 不想要自己仅存的妹妹 步上自己的后尘 只要自己受伤 牺牲就够了 相拥会说了 冷 离开鬼杀队吧 我希望你像一般女孩子一样幸福 我不要 我绝对不会离开鬼杀队 你被伤害成这样子 叫我怎么幸福的活下去 最终花祝相拥会 就在自己的妹妹怀中过世 温柔的相拥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还是在替自己的妹妹着想 正义感失足的人 肯定会为了自己报仇 但是不管身材还是力量 都无法将鬼的头斩下的人 可能会被那只恶鬼所吃下 但是想起两人曾经的约定 就算牺牲自己 也要保护他人 假如要人离开鬼杀队 这样根本就是在侮辱 如此努力拼上性命战斗的他 于是相拥会还是在临终之前 将鬼的情报告诉了人 温柔强大的相拥会 并不是就这样死去 他牺牲自己为了保护他人的遗志 被蝴蝶忍 雨粒化落相拥虎完整的继承 忍拼命努力成为了虫柱 并且将姐姐的遗物 蝴蝶翅膀的羽织 以及将迅玉草的刀柄 刀耳带在身上 相拥呼则是继承了花枝呼吸 并且为了纪念相拥会 走势带着他所留下的法式 原本脾气如小孩般直率的人 从此之后变得沉稳 并且始终都带着微笑 因为忍也想要成为相耐会一样 强大温柔之人 另一个原因是 姐姐说过他最喜欢忍的笑容 现在为了斩杀那天 杀死姐姐的恶鬼 就成为蝴蝶忍毕生的目标 过了许久的时间 在命运的安排之下 忍终于见到此生最想消灭的鬼 上弦之耳偷磨 但是因为身体素质都没有姐姐来的强壮 自己所使用更大剂量的毒 也对这个上弦鬼毫无作用 当人的身体受到严重伤害 僵死之际 这时相耐会的灵魂出现说 站起来重铸蝴蝶忍 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就算牺牲自己 也要多消灭一只鬼 保护他人不再被鬼所伤害 蝴蝶忍最后完美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就是让上弦之二吸收 血液中充满紫藤花毒素的自己 香奈呼也使出香奈会所传授的 彼岸朱眼 集结三人的力量 香奈呼最终顺利替两位姐姐报仇 斩杀无数恶鬼的香奈会余人 就在天堂的那一边 与自己的父母相聚 一家人都笑得非常的开心 就像当时 那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蝴蝶香奈会是在鬼灭之人当中 出现的戏份很少 却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他的强大与温柔 拯救许多人的生命 不仅建立了蝴蝶屋 也接收了被鬼残害的家庭 也替鬼杀队的队员治疗 甚至拯救了香奈呼 充满压抑暴力的一生 假如当初香奈会不告诉人 有关同谋的情报 最后人与香奈呼 也会被上弦之二吃下 这个始终带着微笑乐观的女孩 从未展现过悲伤与痛苦的样子 笑起来就像是绽放中的花朵 将充满温柔的意志继承下去 这就是蝴蝶香奈会 温柔守护约定的一生 假如想要看她唯一僅存的剂子 香奈呼 如何完整继承这份温柔的意志 可以点击资讯卡或是下方连结 收看非常感人与详细的香奈呼的影片 那下一部影片就是投票排名第二的 揪太郎的解析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子就不会错过下次的影片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